三個半夜貨報有人指剪刀搶劫 警方立刻到場 雄線追氣討一嫌犯 剪刀勒 對 鋪動了 鋪動了 大聲呵斥 要求女子配合盤查 因為她就是傷害檳榔 和店員的純性嫌犯 剪刀 小嫌犯 小嫌犯的小嫌犯 嫌犯坦承犯 工具就藏在嫌犯裡面 遠景一番果然搜出 收容用的小刀 但這時她卻突然反饋 當街大汗又洗衣淨 接著出手揮拳 但遠景可不是省油的燈 當場就將她押著在地 帶回警局 我轉過頭 然後看她拿剪刀 換我刺我肩膀這裡 打起袖子受除傷 是左肩害留下刀痕 這間便當攤就位在新北三重區大遊街 原來誠信嫌犯 最近一個月突然時常到攤販買檳榔 反正嫌犯娘妆上門應徵工作 但老闆碰巧不在 11號晚上8點半 她二次上前應徵 招信店員好心幫忙打電話 沒想到誠信嫌犯 與老闆娘通完電話後 竟突然拿起小剪刀狂戳 造成店員左肩及上臂受傷 試圖奪取林千和 索性遭被害人強力攔阻 索性警方獲報後 在半小時內迅速將人逮捕 移送法辦 我沒有強姦 曾經嫌犯過去就有妨害自由 以及切到前科 這位還先到現場勘查後 在下手刑搶 但真正商人動機為何人 有待警方調查釐清 這新聞公朋友張佳玉 前往報導 明天再往